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看是美国之音有一个消息 一个新闻 他说美国批准对台湾的三项军售案 价值18亿美金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是怎么讲的 标题说美国批准对台湾的三项军售方案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三项可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方案 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三10月21日就此通知了国会 其中一批武器包括 11个M142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及相关设备 据估计价值为4亿3610万美元 另一批武器包括了135枚 AGM-84H增程型防区外对地攻击导弹及相关设备 估计价值为10亿美元 第三批武器包括6个MS110侦察吊仓及相关设备 估计价值为316720万美元 国防安全合作局说军售方案符合美国法律和政策 支持接受方使其武装部队现代化 维护可信防御能力的持续努力 从而有利于美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利益 本月早些时候 在媒体披露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武器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 这样一个新闻 我们从美国之音的网站上看到了 这个事情我们还有看到其他的一些评论 其他的评论就是说 在川普上台之后 一共进行了8次军火交易 这个应该是第8次 总的价值上千亿美金了 这个我们看到最近台湾频繁的和美国之间有这种军售案 而台湾买了这些武器在干嘛用呢 摆在那个地方真的是用打仗吗 我们没有看出来台湾和大陆之间要真的要打仗 打口水仗 嘴巴一直在打仗 这最近打得特别凶 就是言语舆论这方面有打仗 之前我看的方案和现在这个方案不一样 之前有说也是三项军购案 那其中有一项的是无人机系统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公布出来这个方案里边的没有无人机 也就是说无人机呢 它是那种定点斩首行动的一个执行者 是暗杀了刺杀了 无人机是主要是现在设计出来是干这个东西的 但是这次没有 上周呢我们看了一看呢说有 但是呢没有确定只是小道消息 那今天我们从美国之音看到这个事情就是没有 那这些武器好像没有什么 我看不出了有什么大的效果 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 侦察掉舱系统是不是挂在飞机上的一个什么东西 里边是有一些这个电子设备啊 对地导弹对地导弹就是射程是多远 没有表示啊到底是这个对地导弹是从台湾可以打到福建 还是从台北打到台中 从台北打到高雄 这个距离这个远程还是近程还是中程 这个也没有完全说清楚 另外这个火箭炮系统 火箭炮系统的话啊 我们外行的理解就是说 你有飞机飞过来 我从地面上给你开炮二战的时候啊 当飞机飞过来说地面有很多这个炮火 我往天上打这是一种 二一个往地上打 往地上打的话 我看也就是从福建可以打到金门那么点的距离 如果说你把这个火箭炮系统搁在金门 那可能他从金门可以打到福建 可以打到厦门 如果把这个火箭炮系统搁在台湾 打谁啊 打不了谁 防疫的 就是说你要飞过来飞机我就打你 你要不飞飞机呢 我就不打你 和这个坦克差不多 坦克买了那么多 搁在台湾岛干什么用呢 就是你要登陆了 我就可以用 你要不登陆的话 我就不能用 坦克当然那个台湾的士兵不会开 转一个弯转不过来 不会转弯 这个笨呢 扭了半天就不过来 所以这些军购我们看了一看呢 给我的感觉不是在军购 现在呢就是 还是我们又谈到美国总统大选这个事情 美国总统大选从川普来说 他的筹款不如拜登 拜登的筹款呢比川普多 那川普呢 那些大的企业 大的媒体 不支持川普 所以呢川普呢 他可能是 我估计啊 他的一些筹款呢 来自于民间 一部分筹款来自于大的企业 而拜登主要是来自那些大的企业 你比如说像脸书 我推特啊 大家都集体凑钱捐 百分之九十几都捐给了拜登 捐给民主党的 企业行为嘛 就是组织区域里边的员工 大家一起捐钱 一起给拜登 而川普呢 没有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我觉得 川普这次竞选2020总统最大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赞助商 就是台湾 台湾这个多少亿的美金呀 上千亿上百亿上千亿的美金 通通打过去 来支持川普 这个可能就是真正实际的 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赞助 但是呢 以买武器的形式来说出来 真正是在买武器吗 不是 买的这些武器第一没什么用 二 买来武器也不打仗 三 买来武器以后也不存放在台湾 把它存放在关岛 或者就暂时搁在美军的仓库里面吧 这就算我买了 反正搁你呢 这样一种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为了选举而进行经济赞助的这么一个动作 我能看出来的仅仅是这样 这么密集的 估计到选举之后啊 等川普当选之后 这个军售案呢 就差不多就不用了 没了 就把后边收收尾 能发货的发发货 不能发货的就放在这 这个事情就搞一段落了 所以在大选之前呢 最近就这一个一两个月之内 就连续的三次军购案 金额之庞大 而且呢 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 最先进的什么 F16战机 F16战机已经不是最先进的战机了 最先进的战机就是F35战机 台湾一架也没有 没有不卖给你 不能卖 为什么不能卖呢 万一卖完了 你把这东西给了中国了 那美国人不就觉得我白卖你了吗 我卖给中国了 把这高尖端的技术 他不能给中国 所以他不卖给台湾 就是防止台湾把这个技术 转让给中国 因此呢 其实他只是需要台湾给钱 那给台湾的这些武器呢 到目前来看 并不是美国 美军使用的最先进的武器 不是 显然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台湾啊 一直在压保川普 当然这个保不压不行 必须压 因为至少现在川普政府 他是承认蔡厄厄这个假政府的 而川普政府呢 他有行政权利 也就是他可以派人到台湾来走一走 来拜访一下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川普政府有次国务卿来台湾了 卫生部长来台湾了 这两次来完之后 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吗 我说实质性就是说 他真的卫生部长说台湾加入WTO 台湾加入WHO 或者美次进来了以后说 像台湾人自己说的 台湾加入联合国 有这样的动作出来吗 没看见 完完全全没有看见 也就是说 他们来走一走 遭遭舆论 实质的东西呢 是美猪开放了 火箭炮鱼雷运过来了 钱从台湾这打出去了 这个是我们实质上能看到的东西 但是台湾他们自己 他们所要求的那东西 比方说想和美国恢复邦交国关系 不用说自己就给否定了 外交部长都说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不要美国的外交关系 为什么 已经跟他说了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条件 你也别说 我们也不说 钱打过来 军火迈过去 结束了 现在整个地球上 没有地方在打仗 之前在中东 阿拉伯 在阿富汗 打仗的事情发生 这一打仗呢 那军火就提供嘛 到现在谁打仗 没人打仗 没人打仗怎么办 台湾要打仗 谁要打仗不知道 所以呢 现在这个整个地球上呢 最大的武器的采购 就是台湾 那美国的军火商呢 依然在源源不断的生产军火 在输出 资金呢 在流入 这个就是实质上能看到的 看不见台湾在外交上 在国际舞台上 能有什么新的动作 新的起色 或者说美国要求 某某个国际组织说 你们必须接纳台湾 作为你们的成员 没说 到现在没说 没看到 至少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后面会不会说 这个我们不知道 那在今天为止呢 我们能看到就是 在川普上位之后呢 已经和台湾之间 有八次军火交易了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过去都没有那么多的金额 没有那么大的金额 没有那么多的交易在进行 川普的四年 做了奥巴马八年做的事情 而蔡哥哥呢 四年呢 做了沉水扁 喝马英九加起来的事情 沉水扁和马英九加起来 都没有买那么多的军火 而蔡哥呢 四年就全买了 后边可能还有 因为那块有钱 还有四千个亿在那摆着呢 够用 没问题 所以这个出售军火这个事情呢 我就觉得 还是应该和川普的这个大选有关 再打一点钱过去 因为那边的缺钱 至少选举嘛 也是需要钱的 虽然川普他不缺钱 但是选举这个动作造势 还是需要经费的 台湾赞助一下吧 这个是我们能看出来的 再有呢 看到了另外一个新闻呢 说国民党的那个江启臣呢 他有一个说话 参加了一个台湾光复什么75周年的一个论坛 在这个论坛时呢 他遇到了一些这个台独的抗议者 他呢 讲话说 台独找蔡英文 中华民国来找我 这个我看完了以后 我都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什么叫台独找蔡英文 中华民国找你江启臣呢 你江启臣 难道还代表中华民国吗 你什么都不代表了 你就是蔡阿阿的一个党支部了 你代表什么呢 按照他的逻辑 按照他的理论呢 我听了半天 我再想 他的意思就是 蔡阿阿只考虑台湾岛 这个地方我要独立 他认为这个意思 而他江启臣呢 是中华民国要独立 那中华民国包括了哪呢 在中华民国那个宪法里边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台湾省 而整个中华民国那个固有疆土在哪呢 都包括了中国大陆了 那也就是说江启臣牛啊 江启臣难道他那个理念是要反攻大陆吗 想把大陆给收过来吗 归到你江启臣名下吗 是这意思吗 这话他又不敢说 所以呢 他们就用这种所谓的中华民国派和台湾派来忽悠老百姓 这个呢 中华民国派是前不久 因为韩国瑜的事情我才有一所了解 我们之前呢评论韩国瑜的事情 那有很多韩国瑜的粉丝 或者是蓝营的一些人 那和我有一些沟通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问过他们 他说我们是中华民国派 我们不是国民党派 我们不是台派 我当时问他你这个中华民国派 我之前还不太研究 没有研究那么的细 我说你中华民国派和国民党派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自己就说不清楚了 我说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有什么联系吗 他们开始也说不清楚了 我说台派跟你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他们能说清楚 他说台派就是台湾独立啊 我说那你中华民国派 那你不是台湾独立 那你是什么呢 我就是中华民国啊 我说那中华民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吗 他开始不说话 不包括 我说那你不包括的话 那你中华民国派和台派有什么区别吗 不都是那一块土地的两个招牌吗 他们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们口号喊的是很响 说我是中华民国派 我是台派 但是你认真的去问他 那你再细说一下 那你这个含义是什么 他们就开始模糊了 说不清楚了 这一点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他这是被这些政客给忽悠了 也就是政客在忽悠的时候呢 比如说蔡哥哥在忽悠这些台湾选民的时候呢 他说我是台派 他其实蔡哥哥可不是台派 蔡哥哥是蔡哥哥派 蔡哥哥狠狠打击的就是台独派 他把那个台独派啊 彻底就给揍下去了 现在台独没人敢喊了 没人敢说了 喊得最响的那些什么 包括蔡丁贵什么这样 都没有人了 都消失了 绿营里边就更别说了 赖清德不是曾经就说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吗 现在敢放屁吗 一句话都不敢说 不许你说 没有台独了 谁读 蔡哥哥读 那蔡哥哥派 而蔡哥哥派最终是什么呢 其实我给蔡哥哥派啊 我定了一个定 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蔡哥哥这个派呢 是为一国一致打下基础的一个奠基人 也就是蔡哥哥他现在 把绿营的台独派消灭掉了 把蓝营的这些大佬们这些好处也断掉了 他的人马上去了 上去以后呢 他在整个台湾现在实行的这个一个制度呢 就是为将来台湾和中国统一的时候 一国一制 这个是我们现在能看出来的 而且这个呢 也是就中国来说最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中国在香港这个问题上呢 由于邓小平的无知 所以呢 胡乱说出来了一个一国两制 他认为用这个一国两制 可能先糊弄一下全世界 糊弄一下英国 先说过来再说 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事情呢 给后边就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本身一国不可能两制 一国两制是不科学的 我之前有讲过 那你让美国拿出一个州来 让他共产党制 他干吗 他当然不干了 因为他大家在一个制度下 大家心里是平衡的 凭什么你是那制度 我是这个制度啊 所以反过来让香港也是 香港已经归中国了 那你让香港那是那样 中国大陆是这样 他能平衡吗 他不能平衡 他所有的这些理论呢 都是缺乏于科学的依据的 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一种 伦理道德 司法体制 什么都不符合 但是呢 邓小平呢 就弄了一个好像 哦 这个全世界的一个创举 叫一国两制 确实是一个创举 哪有一国两制 没有 没有第二个案例 而且现在证明呢 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我们且不管他谁正确与谁错误 就是说 在一个国家里边 有两种制度生存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所以呢 这个矛盾就扭在那个地方 扭在那个地方的话 双方都有各方面的想法 但是呢 由于这个架桥的人呢 把桥本身就架歪了 这个桥一架歪了以后 你正不过来 你只有把桥推倒了从建 这才有可能的 所以一国两制呢 是一个不科学的 是一个完全失败的 回到台湾 将来台湾如果 他自己独立 这是一个走向 但是他敢吗 不敢 蔡格格是独派吗 不是 到现在都不是 如果蔡格格是独派的话 他为什么要消灭绿营的独派 如果蔡格格是独派的话 现在总统 立法院多数 行政院 一切一切 有美国有支持 完全具备 现在台湾独立的条件呢 百分之百具备啊 你宣布就好了 就独立了 他为什么不宣布呢 就是蔡厄厄 他不是独派 他是蔡厄厄派 他把这个权力 只归自己 他要真的 宣布独立了 恐怕他这个总统 这个位置就没了 他只考虑他个人的利益 并没有考虑到 整个台湾人民的利益 他没有考虑到 为了他的家族 为了他自己 他就弄一个蔡厄厄派 把整个台湾呢 变成他们家的家族统治 这个是蔡厄厄 目前他愿意干的 所以蔡厄厄不是独派 国民党是统派吗 不是 国民党真要统一吗 不是 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吗 不反攻 国民党要干什么 国民党是希望能够争取 在台湾这块土地的 他的一些利益 而这些利益呢 现在大部分被民进党给抢走了 被民进党人给抢走了 被蔡厄抢走了 还给了一些 没有权拿走 留了一些给他们 此时此刻呢 他们就是 保持他们那点利益 走下去就行了 国民党他们不会帮助台湾去独立 国民党也不会帮助台湾去统一 国民党就希望把我的小利益给我 到此结束了 该说的话 我说 不该说的话 我不说 所以国民党现在呢 也是跪倒在民进党手下的一个败将 国民党 国民党到什么地方都是败将 所以国民党这个政党啊 要继续生存下去 到底他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看他们的基数是哪了 他基于台湾人民的利益 是一种思考 他基于他们帮派的利益 就是另外一种思考 所以我们目前看来呢 我们看不出国民党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利益 可能是为了他们那个小集团的利益 为了保住他们那个小集团 还有一些经济利益的情况下 他们说话就是该说这个就说 不该说那就不说 蔡格格贾博士这个事情不要说 蔡格格总统做票这个事情不要说 其他的事情可以不疼不痒的说一说 愤怒的人群是什么呢 我现在看到在台湾有一些愤怒的人群呢 都是老百姓 你说NCC这个事情去抗议的 其实是老百姓 真正那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有几个站出来抗议的 没有 反对党有几个站出来抗议的 没有 柯文哲抗议吗 没有 时代力量抗议吗 没有 激进党抗议吗 没有 亲民党还抗议吗 没有 亲民党已经消失了 亲民党从这次选举之后就彻底结束了 没有了 所以台湾这个小新闻呢 我们从片面的观点啊 去看待问题 或许我们说的不正确 请大家批评执政 好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